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养生蔬食也成为现代人的饮食新风潮 由于环保意识抬头 近年全球蔬食风潮兴起 南华大学致力推广扫肉多酥 在旅游管理学系的厨艺教室 更以创意蔬食为教学主轴 培养学生具蔬食餐饮的就业竞争力 我们整个教室的设计 它最主要是复合型 它可以做中餐 西餐 还有所谓的烘焙 整个偏向于养生蔬食这方面 因为在整个地球软化 蔬食它占全世界饮食大概有15%以上 就慢慢人类的整个习性在改变 然后我们的教学最主要 培养学生有一些创意 不只是说在考证照方面 他也有他的自己的想法 像我们一些课程 包括我们旅游系的一些课程 最主要都是在管理方面的 最主要是培养管理人才 所以我们不只是说 他还会要会会计 会管理 还有会财经 他会多方面的 他以后能当一个培养一个主管 并不是说当方面的技术人员 这是我们旅游系的一种方向 在餐饮这一块是这个方向 梁毅忠老师表示 厨艺教室的示范教学 不只培养学生参加考证 更激发学生的创意 并加强学生管理方面的学习 希望透过蔬食的推广 让学生懂得习福 感恩不浪费事务 进而懂得身体力行爱地球 十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嘉义采访报道 静悲